你知道这十号的第二个儿子是谁生的吗 是芸汐还是火灵鹅呢 在十号复活来到三界后也和芸汐重逢 结果这十的芸汐因为和天命石融合 未来的成就可以说是不可限量的 为了不让芸汐成为威胁 天神也对他展开了追杀 而这十的十号居然自愿 护送芸汐数十万里 一路大战身受重伤 然而换来的却是被天人足囚禁 因为他身上的昆盆宝树实在太诱人了 之后十号由于身重则先重 一度沦为了废人 在十号最落魄的时候 芸汐也不顾族人的阻挠 执意要陪十号回到夏界 陪在他的身边 替他孝敬父母 为他生儿育女 而芸汐竹竹怀孕了九年 才生下了儿子十凡 在十凡出生的那天 天地也发生了异变 可以说他的天父 十毫不弱于父亲十号 十凡也被称为最有可能成为先帝的人 之后他也在天天的培养下 年纪轻轻就达到了先王境界 可惜在十号对战先王时 为了给父亲补充精血 十号也和秦号十一一起献祭了 好在十号成为欢踢地后 也有了通天手段 这才将儿子十凡复活 不过在十凡复活前 十号又有了一个小儿子 他的天父也丝毫不逊色于十凡 那么小伙伴们 你知道这十号的小儿子 他的母亲究竟是谁吗 下方评论区说说你的猜测吧